好,我们今天又来到了美国农场 来买牛肉了 这是他们的羊 就一起来看看美国农场 买牛肉究竟是啥样的吧 呦,这是鸡鸽 走着,我们先去买点牛肉 他们的牛肉了 可以看到全都放在冰柜里面 美国牛肉没有资质的话 必须放在冰柜里面卖 不能卖新鲜的牛肉 这个是他们今天的特价牛排 是30块钱,10斤 但是因为太肥了 所以说我就没让我朋友要了10斤 然后这个牛排基地别的牛肉 是12块钱一磅 上次我买的几磅还挺不错的 所以说我准备再买一点 这个是牛股 是5块钱一磅 5块钱一包 就是2.5斤左右 好,我们今天就一共买了这么多 差不多10多斤牛肉吧 一共花了80多美元 那价值这个价格怎么样呢 我买的这两块牛肉 稍微有点贵,20多块钱 来,我们来看一下他们 营产其他的吧 你看鸡鸽在复旦 是吗? 哦,不是,是休息 这里他们还要买一些花之类的 是他们自己大盆里面种的花 跟下他们这里的花是4块钱一盆 无论任何大小的 小的或大的都是4块钱 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呢 另外一个大盆里面也全是花园 他们种的一种 吊在这里的,哇,好香 这也是太红肉 上次看见的是超大的一只 然后这一片区就是他们羊的 他们羊羊的是最多的 有鸡鸭,麻辣也有卖羊肉都有 哦,这里就是小一点羊呢 或者小羊嘎那些放在这里羊 哇,真的很怕人 哦,这个笼子里面羊就不怕人 明显,你看我来了,他还在这里 这个羊也是 呦,这个羊还过来了 小羊羹 而且两只里牛 那这个牛感觉很瘦耶 是用来吃的牛嘛,这个是野草的牛 这里还有小羊多利 哇,黑莲羊 也在这后面,草四牛 十秒 很小一只 感觉肉不是特别好吃那种感觉 那么真正的羊圈原来在这里 好臭里面上百只羊吧 拿这么多羊来看 是吃羊肉吗 还是 卖羊的羊奶 然后这里面是我们的仓库 专门存储一些杂草 那些冬天来的这个羊吃的这些东西 你看我们这里也买的东西四合鸡蛋的 还有两个花,还有这么多牛肉 差不多花了一百多块钱吧 车来一下这里的农场 你看这里就是他们的羊 差不多 外面的羊就是拿来喂吃草的 吃饱了就把它们关回去了 你看 泡河这些羊 奔跑之中 锻炼一下身体 走地羊 嘿,在走之前居然还看到这家人 他们养了羊驼的 听说羊驼的毛非常贵 所以说他们养来卖的那种 已经提光了他们这些毛 好了,我们今天这期美国农场买肉机 就到这里了 你们大家觉得美国这个农场怎么样呢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